今天要做的是黑檀優格 首先我們把一些牛奶倒進去杯子裡面 然後呢,加一點菌包 菌包在這個步驟裡面 它必須要攪拌得非常的均勻 那我前面已經有稍微先攪拌了 我們要攪拌到這個菌包完全溶解在裡面 那之後呢 把你的鮮奶 攪拌好的 放進去 再混合一次 這樣子你的優格的菌 它才可以跟鮮奶完全就是 均勻的 混合在一起 然後完了之後這邊做一下攪拌 那我可以加義麥芽寡糖 大概加個30到50cc 可以讓你的菌長得更好 不過我之前已經有先加了 這個步驟我們就省略了 好,那你的鮮奶呢 跟你的菌充分攪拌好之後呢 就把它放在這邊 準備備用 接下來呢 我為了方便製作我都會把我的黑糖放在小盒子裡面 如果用不完之後把它蓋起來還可以保鮮 那我會拿一個這個杯子 黑糖的比例怎麼加呢 就看自己 有的人大概會加到一層 那我通常就是習慣會加這樣子兩小時 好 加完了兩小時之後呢 這邊有我已經加好的黑糖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一杯一杯的裝好 裝好之後呢 從這裡一杯一杯的倒進去 那我會喜歡用這個瓶子是因為用這個瓶子 你在製作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而且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通常呢 是要做幾杯呢 一般來講喔 我大概 1000cc我大概都會做到12杯左右 那12杯的話 就剛好是我們的機器也比較容易 放下去發酵跟製作 好,那首先呢 我這一排已經用完了 如果 你家裡呢 有這個優格機的話 你要把你的黑糖 你要把你的優格 蓋上蓋子 那蓋上蓋子之後呢 你可以在你的優格機裡面 加水 那基本上它水是不會跑進去了 如果你會擔心 不加水其實也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蓋 蓋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放進去 好,放進去大概一次可以放5瓶左右 那其他的 你沒有做完的怎麼辦呢 其他的沒有做完的 你可以把它 一樣齁 放了蓋子之後呢 放在冰箱 那等第一批的 優格黑糖做完拿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繼續再來放第二批的黑糖優格 好,那我現在喔 因為這個在製作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就是 乾脆一次就把它做完 乾脆一次就把它做完 好,那做完了之後呢 你也可以怎麼放 如果你是用電鍋製作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電鍋裡面 等待時間到 你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就是黑糖優格 不過電鍋製作的時候 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 溫度一定要控制好 那溫度大概控制在42度上下 大概42到45度之間 所以因為每個人家裡的電鍋 功能效率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很小心的去量測溫度 否則如果溫度到了五六十度 你的菌可能都死了 那它就沒辦法製造完成了 好,那我們製造完的黑糖優格 它就是長這樣子 你看它就是 感覺就是很像一個布丁一樣 然後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直接放到八個小時之後 直接放到冰箱 放到冰箱之後就可以吃 隨時可以取用了 好,以上是黑糖優格的教學 謝謝 謝謝